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隆力挺代表民进党参选基隆立法委员选举的 基隆市议员郑文婷 我们11月11号竞争总部正式开吴 到我们1月1月13号胜选的这段期间 我们这次都没有单位指示小指甲 但是只要我们竞争总部在服务大家的时候 他永远都是最笑容可举的志工 在竞争总部主委立法人蔡世英 民进党基隆市立法人参选的郑文婷议员 及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等地方党公子陪同下 总统蔡英文在竞选总部开箱竞选小物 手座称雨伞 还贴上2024挺台湾等贴纸 象征为宇都基隆称起一片天 随后蔡英文到达干林带天宫参香祈福 并参与周文婷中山区后援会成立大会 蔡英文表示 这次选举对台湾是很重要的关键 要持续走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就要选对人 赖金德与萧美琴就是最好的人选 国会部分她则力挺 郑文婷接棒蔡世英 这一次的选择是要继续走向我们民主自由 走向世界的这条路还是要被反转 这条路我们继续走好吗 好 我们继续走好吗 好 我们继续走好 我们的团队就要选对人台湾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政文庭律师出身 这位移完 还是做到我们的党团的种招 还是我们蔡世英最好的接班人权 大家说要不要 是吗 还是不是 还是要出来说拜托 我们集中选票投给政文庭 这样好吗 没有 蔡英文表示 大家期盼的金融捷运部分 在前市长牛昌任内已经完成大致规划 中央会持续与金融市政府一起解决问题 尽快动工 至于军港西签部分 蔡英文表示 目前已经完成第一期工程 第二及第三期陆续进行 预计年底完成 未来希望让金融港东安做最好的开发 过去的这段时间 我跟蔡世英跟李又昌 我们三个人就是在赶进度 要把军港西移的这一件事情 至少在我做总统认为要完成 我们就在赶工 而且我还要照我们的各相关部位给我定期报告说 我要知道我们军港西移的这个计划是不是有按时间在进行 我跟各位报告 我们第一期工程已经完成了第二期第三期现在在家里 针对中山区大清大城 常年的交通进出问题 周文庭表示进入国会将运用法律专业协助解决 周文庭也再次呼吁市民三票雇台湾 保护台湾的民主自由 议长同志委强调在蔡总统领导下 台湾在各方面的成果有目共睹 希望支持者团结一心 达到总统当选国会过半的目标 今天总统来见证我们基隆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在总统的加持之下 我想今天大家我们的团队都会非常非常有信心 大家继续鼓励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历经地方常年反应争取 基隆捷运的轨道运输建设终于看见曙光 在地的年轻人怎么看呢 又有什么需求跟愿景呢 一块来看看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基隆火车站的南站 后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民众来回往返的通勤画面 根据统计 基隆是为全台湾跨县市通勤比例最高的都市 在36万的人口居住当中 就有11万人在通勤 相信基隆捷运的建设 对于年轻人的感受是最直接的 因为我高中是在台北读书 然后我觉得台北捷运真的很方便 所以我是非常希望基隆会有捷运这个东西的 就是上下学交通会比较方便一点 尤其是公车 虽然说公车现在已经 已经大部分都有了 但是还是没有到那么的方便 这样子 我自己本身是中山区到火车站这个 街上这个区域而已 所以我不会太常到八度 我觉得应该连通到基隆火车站这边 至于在基隆求学的海大学生 他们对于基隆捷运的交通建设有什么看法与建议 我觉得其实基隆捷运对整个基隆城市的形象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但说真的它只有到八度 对我们海大学生来说 去到那边搭公车都有点困难 因为我本身是读海洋大学 可是其实海洋大学一出校门 不管是哪个校门 只有提供比如说103啊104啊的公车 就没有办法接到八度 所以我觉得对于还要在 我还要前往循环站的公车 然后再前往八度做捷运 我觉得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我也是蛮希望可以就是提供一个单独的班车 比如说增设一个比较便利通往基隆市区 一直到八度的班次 就通行面的话 其实可能可以开办其他地区到捷运的接驳等等的 那再来就是可能一些就业条件等等 就是它要如何从它沿线去发展的这些经济文化相关的 就是一些经济产业 可以让基隆在地居民可以有一个好的就业 它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可能偏向于基隆的都市更新 比如说像河谷朗代那一带的观光啊 那不管是观光还是都市发展都有蛮好的规划跟面向 因为基隆这个位置其实地理位置很不错 又连接台北 然后陆海空三方面都有说都可以做一个统合 那物流方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所以其实来说的话 我觉得如果这条捷运盖下去的话 它可以慢慢疏通这方面 这周围的一个交通环境的状况 然后国一国三也都在这附近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 大体来说交通上是可以有很大的改善 然后人流动量的话也可以更高 市政府跟产业界对于基隆捷运的期待 除了国际海港的公共运输之外 其实年轻人很关心的在地就业 也是捷运可能带来最大的效益 据了解在规划当中 捷运建设将进行都市更新 可以规划科技园区 吸引更多厂商进驻 带来优质的在地工作机会 减少找网通勤的痛苦 我们希望也要透过捷运沿线的联合开发 创造所谓的厂办 跟更多的办公研发跟工作的空间 那基隆捷运我们目前预计是 今年年底会正式由行政运核定 核定以后会正式来开工 所以基隆捷运未来会强化 我们基隆市整个的一个公共运输 跟交通一个运输 那未来基隆捷运开发以后 在各个厂站里面 会引进相关一个厂商来基隆开发 所以会带动我们基隆河谷郎带 以及基隆市区相关一个就业机会 那提升我们青年在地就业的机会 那整个的开发未来的前瞻性 我相信是不亚于内科 就是内湖科学园区跟南港团体园区 我想是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地方 那我想这个发展起来 对基隆在地的就业 它就会留在这个地方 就不需要到台北去上班了 透过各界的观点 我们可以知道基隆捷运即将带来 都市大升级 除了可以有效改善交通问题 更能透过都市更新 增加在地就业机会 记者 黄日升 陈淑平 高维成 基隆采访报道 基隆市教育年度盛事 2023台湾灯塔教育节 在基隆文化中心广场 飞渊广场以及港务大楼二楼 隆重举行 市场谢国良及羽球一哥周天成 共同骑乘脚踏车 点亮教育灯塔之光 为这一场年度盛事揭开序幕 一起启动 起启动 点燃灯塔之光 台湾灯塔教育节 盛事启动 灯塔营免有序 基隆航向未来 好 我们早上鼓励 2023台湾灯塔教育节开幕仪式 由知名主播林书伟搭配双语主播李建光主持 今年的台湾灯塔教育节主轴 为联合国17项永续指标 因此开幕中特别安排市长谢国良 跟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 一起骑脚踏车发电 点亮教育灯塔之光 很高兴可以再回来 因为是我的母校是基隆高中 所以就是郑永成教练 Vito教练 从以前 我国小的时候就带着我 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 今天这个灯塔节就是说 我觉得要尊隆这些师长 特别是带着我们这些教练 我觉得没有他们的照亮我们 我们很难去找寻前面的路 那羽球呢 在我们基隆高中发展20几年 真的要谢谢我们的教练 跟我们这些的选手 像周天成 像李洋 像七右仁他们 那所以我们为了让羽球变成我们基隆 或是甚至台湾未来持续的骄傲 我们已经在努力的跟教育部在争取 在基隆市设立我们的青少年羽球训练中心 希望让我们基隆市或是我们台湾的羽球 能够在一个专业国际性的一个场地里面 更能够发挥 我的国中毕业生很多都到双北去就读 所以我们最近自从我上任以后 我们积极努力在推动 让跟美国顶尖的大学来合作 那这个美国顶尖大学原本就有受课给美国顶尖的高中生 所以是有一个过去合作成功的这个范例 那未来如果开课的时候 我甚至会把我们市府四楼的会议室来借给他们做教室来使用 因为有一些课程是要透过视讯的上课 总之我的意思就是透过这个灯塔教育节 我们要突出我们基隆的教育特色 而这个教育特色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优秀的 好的国中毕业的孩子要往高中生的时候 家长能够放心而且很开心的让他们能够在基隆就读 这个是最重要我们近期要达成的一个方向跟目标 活动现场各校热烈参与展现出各自学校的特色 也感谢市长谢国良引进国外的教育资源 所以结合刚好市府这边的资源可以整合在 尤其在高中阶段的孩子 他们的学习会更多元更有趣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让在地的孩子有一个拓展 跟发展他视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发点 所以我们也是积极的收到讯息之后 赶快跟我们的孩子推播 我们的学校的话是都很发展 所以各位小孩不必一定要让他早上一大早去指控 我觉得很辛苦很可怜 那在这边好好的学 而且现在的教育不像以前传统指挥练书 现在是多元发展 像我们学校的学生 竟然从又读一读 台湾师范大学我的母校考榜首 就是我们的学生 我们每年都有考上台科大 那个台北 台北医术大学跟台湾医术大学 都会有一两个跑来我们学校的 为什么各校各校的特色 那尤其学校在推动天委 已经应该将近快15年到20年了 那这段时间我们累积相当多的经验 其实也是学校在金融市 唯一推动天文的一个学校 因为我们想说 我们学校最有特色是航海跟养殖嘛 那因此呢 我请我们航海课的学生 就他的课程内容 来设计一个现场的一个小游戏 看看现场的参与的同学能不能发现 那同学你来介绍一下你设计的小游戏 我那个上面的那一只Snooby 那他看起来像是被吊起来 那他其实上面是那种救人的神结 撑人结海上的最基本的救人神结 因为他是越拉越紧 他比较不容易松掉 那是我们现在科商 专门在做的那个水草造景缸 就是因为这个产业是新型的 所以我们现在学这个就是带动 未来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然后跟这个有相关的类型 而且也希望透过我们今天的摆设 可以吸引更多人来我们学校 然后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家长跟学生热情的参与各项互动关卡 也对活泼多元的内容表示高度赞许 更加认识学校的多元教学 整个现场的气氛相当热闹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而2023台湾灯塔教育节接连两天登场 市长谢国良还亲自参加 在基港大楼二楼举办的教育论坛开讲 分享打造共荣有爱的教育环境 是他努力不懈的目标 画面上是基隆灯塔教育节 规划在基港大楼二楼的教育论坛 有国立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系主任刘惠美 担任论坛主持人 邀请基隆市长谢国良 跟有特教实务经验的国立基隆特殊教育学校校校长林子健 与新北共疗国小校长杨小梅担任讲者 共同讨论对于特殊教育未来的愿景 由于小爱爸爸谢国良走过一段辛苦的历程 特别从家长的角度出发 呼吁各界对于特殊教育要走向融合跟同理心 今天的特教论坛非常有意义 那我们有在分享如何把特教孩子 跟一般孩子做更好的融合 那当然教育的内容的确会有一些不同 但是主要那个环境我们是要倡导 然后要让跟一般的孩子能够了解 他们应该要怎么做可以跟特教孩子融合 那我举我在三年前办的小爱公益乐园是给特殊孩子来玩 但一般孩子如果来玩就要共同的去理解跟接受融合这样的概念 那这融合概念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时段是设计给特教的孩子 然后你要让这些其他参与的人了解到他们是这个环境的主角 那只要有了这样的体认即便回到了一般的教育环境等等 有了这样的体认我相信家长也好学生也好就能够理解 他们的工作当碰到特教孩子的时候是如何要去做 我觉得孩子还很多孩子还小 所以他们不一定了解他们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有时候是要靠环境协助打造出一个更融合的环境 也就是我所提倡的友爱的一个环境 分享过程中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也期盼融合教育 能逐步落实在基隆各校园中 我也拜托各校的校长有机会的话 多体谅一些这些特教的孩子跟爸妈 然后可以在小小的一个时段帮他们设计一下 绝对不是说全面性而且全天性的 但是一些特殊的时段 能够有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环节 是以特教为主一般为辅 这样子的环节设计出来 而且执行下去以后 即便你回到了主流的教育环境 家长跟学生也会有比较多的体认 这是来自于我个人的生活经验的分享 希望能够对我们未来打造特教环境有点帮助 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也积极推动特殊教育政策 包括辅导全市幼儿园 国中小学有专任特教老师 教育处也规划争取充牙肌 帮助特教生牙齿保健 未来也将持续将基隆打造成共荣有爱的教育环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未来要肯定领长平常热心工艺与无私奉献 基隆市政府民政处举办了112年度 仁爱区中山区的基优领长表扬 这次表扬活动有127位仁爱中山区的基优领长 从市长谢国良的手中接过奖牌 这是市政府民政处规划的年度基优领长表扬活动 现场贵宾云集 议员跟领长们一起上台 恭喜获奖的领长 市长谢国良特别感谢大家 一起为市政与领理发展攜手努力 让基隆更好 因为现在领长每个月的事务费 有比较明显的增加 这也是我选择的证件 但我们就是希望 这些领长事务费增加 主要就是能够帮得上里长 还有帮得上里内 那我们现在就不再以 就是做得越久 当做是他的一个基优的评比 而是以做得好不好 来做一个评比 领长老领长做得很久 然后任劳任厌 那这个不嫌他还嫌 对不对 所以我应该是他没有错 领长有叫说要帮忙什么 我们就出去 我当那个什么 志工 在市政府做志工 做三十几年 在法院也是做十几年 当领长又当志工 对他在卫生所也到现在还是在当志工 卫生所也是当三四十年 其中还有这位中山区基优领长 他本身是癌症病患 但是他没有被病魔打倒 反而全心投入服务在地 用乐观的心对抗疾病的考验 真的是刚刚开始真的是没办法接受 既然已经得到这种病 我们也平常也没做什么坏事 那得到这种病 我们就想说想开一点 假如说要死的话一下死也没关系 反正房子车子什么都有了 小孩子也蛮乖的 我们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都长大了 然后你就全心投入服务 对对投入志工 我已经在好几个志工 骆驼志工 救国团 还有我们环保志工 中山区的iColene 很多我当很多的志工 当领长又当志工 对当很多的志工 那这两种身份的快乐有没有不一样 不一样 像我们iColene还有环保志工 我们是去打扫的 去把等于说李林啊什么那些打扫干净 现场有多位市议员和立委参选人 都到场祝福 其实就是修改财政收支划分法 让基隆市的自筹预算 还有基隆市的自有预算的比例可以提高 这件事情是行之 在政见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人生都是非常非常辛苦 在辅助我们基隆的所有的里长 都是我们的里长 里长 林长 互相相互合作 造就我们祥和的社会 也帮里内处理大大小小的事情 记者黄队生陈淑萍 基隆报导 我们都会说 白癡 謝謝 我家的一位來下禮拜可 我可以幫我們家打掃一下 一下下就好 這樣不好了吧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為了感謝林長協助推動市政 金融市政府明證處舉辦了112年度 信義區 七肚區 暖暖區 基歐林長表揚 由市長謝國良親自頒獎 信義區長吳小慧 中山區長徐雅文 跟仁愛區里長聯誼會會長林羅青梅 表演熱鬧的打鼓 畫面中是市府明證處規劃的 信義區 七肚區和暖暖區的 基歐林長表揚活動 市長謝國良親自頒獎 表揚三區共129位 基歐林長熱心奉獻 議長佟子偉 副議長楊秀裕 跟多位議員也都上台 感謝林長的辛勞 其中市長謝國良特別提到 市府正積極規劃 明年的林長自強活動 他比喻就像今年的年終演唱會一樣 內容一定會讓大家滿意 那因為我也是在這個選舉的期間 聽了很多長輩給我意見 覺得一年一度的辦長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就希望兩年一度的 要辦得非常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報告 明年度請大家期待一下 我們的林長出遊 因為時間很快嘛 一年也過去了 最近我們這個年終晚會 有點熱門 大家辦得很熱絡 那卡斯也不錯 我想比喻一下這個年終晚會 跟林長們來報告 我希望明年度的旅遊 一定辦得盡善盡美 讓大家不安逸 這樣大家說好不好 好 各位基歐林長 也都叫我們做 當我們的基層兼兵 為我們基隆市 為我們各里來服務 也利用這個機會 感謝大家 對社會 對社區的付出跟貢獻 我想我們市政府跟市議會 都非常重視 我們的里長還有林長 好那我們非常感謝大家 霍表揚的林長們也表示 能協助里長服務大家 心情相當快樂 其實平常生活裡面就是 大家小事我都會幫他們解決 然後我最有成就就是 因為剛剛里長講的 我前面有個公園 我覺得我把它顧到 就好像我家的公園一樣 對啊然後就是 從以前啊 我還沒當林長的時候 那里長也還沒當里長的時候 我們那個公園是被人家講 那個里民啊 鄰居都講說好像廢墟一樣 那自從我當的林長 然後里長也很 很願意配合我們 就是把它整理得很乾淨這樣 他平常的時候 除了我們林長的一些 該有的職務以外 他也要照顧說 他高齡 九十幾歲的婆婆 一百 一百零五 一百零五歲的婆婆 對而且他就是 因為喔 在我們那個公園附近 他也有組織一些 志工的朋友 幫我們清理公園 協助打掃 那在我里內的一些活動 他也每次都有參與這些協助的任務 對 我也很開心 因為我今年第四十五年的林長 新一區來講 我是第一個 你知道 還有就是說 我們市長也很好 我到市政的時候 市長有訪問我 然後我有提供的意見 市長做到 還有我們的道路啊 那個畫黃線啊 他都做到了 謝謝市長 我們的黃萬來林長呢 是一個非常勤奮的林長 除了平日呢幫我們宣達一些公共的事務之外 這些年來呢 他擔任我們廚房公餐的主廚 非常的賣力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會推薦他的原因 當時我們在家裡沒了 二天是多少做啦 一星期要做幾天 一星期做三天啦 做三天 像我們 我的大哥他們就是在做關懷據點 然後就在做送餐啊 培養的這些東西 其實對於我們裡內的獨居老人的 長者的關心喔 服務啊他都付出很多 所以我們今天才推薦他 來當我們的機優的林長 活動現場貴賓雲集 市議員和立委參選人 都到場獻上祝福 我曾經聽過一句話 立長就是市長的摩黑的腳 摩黑如果是摩腳是不會走的 這是我一個前輩 我家的一個老前輩跟我講的 那同樣這句話 我也要送給我們的林長 林就是立長的摩黑的腳 沒有你們的幫忙 那我們市政的很多推動 我們政令的很多推行 都沒有辦法好好的去做好 所以在這邊 感謝你們多年來的付出 沛翔如果有機會 明年進中央之後 就跟我們張梗輝 張賢藝作 一直在講的一樣 港公圈是不是可以依照比例拿回來 與其說直接跟全國的所有立法委們 去炒如何去做財化法 倒不如說 針對基隆港 針對基隆關 我們基隆市應該得拿多一點 而我們認為 要讓基隆市能夠徹底的翻轉 要讓基隆市市民不再覺得自己是活在二等城市當中 為什麼好東西都在雙北 最好的方式就是來修改財政收支劃分法 這件事情已經有足足24年沒有被推動了 請之非常期待有機會可以成為下一個階段 所有我們基隆相親的公僕 輔會貴賓都到場 感謝領長們的付出 共同為基隆的進步 一起來努力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壓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壓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良好的 珍貴 珍貴 成績 呃 成績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节电不停歇 节电从我改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